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今天講解一個課題 是我們之前很少講級的 大部份都是中六同學會學的課題 就叫做AS&GS 等差和等比數列 我們馬上看看題目 他給了一個AS的sum 就是AS等差數列的加法之和是多少呢 就叫做6N-4N的二次 他就想叫你找 找些什麼呢 就找一個general terms 和common difference 就是找一個通識和公差是什麼 我們怎麼做呢 我們馬上看看第1個部份 找一個TN 原來我們找TN是要這樣做的 我們是用TN是等於SN-1 好了 我們先看看怎麼解釋 這個是你解釋頭N的加起來 這個是頭N-1的加起來 兩個對減就剩下的那個就叫TN 那我再說一次 這個就是我們頭N的加起來 而這邊這個是頭N-1加起來 兩個對減就剩下TN了 那我嘗試倒進去 SN是什麼條題目給了 現在叫做6N-4N二次 我們可以括著它 而這個減 減些什麼呢 我們見到凡是見到N 就要寫做N-1 那6KN-1 再減4KN-1的二次 好啦 那我們當然會拆弧好的 慢慢做了 6N-4N的二次 減這個開括弧 是6N-6 再減4N二次 因為我正在拆弧的二次 再減8N 再減4的 好啦 然後再拆開它 6N-4N的二次 減6N再減6N 再減4N二次 再減8N 再減4 好啦 我們會留意到 4N二次會沒有了 而6N都會沒有了 只減6加4 是10來的 還有一個叫負8N 那負8N 好啦 跟著我們嘗試一下 看看B部分 B部分它想問 common difference 即是公差 那公差怎麼去找呢 那我們可以有幾個方法 不同做法 那我們可以找T1和T2出來先 因為為什麼公差叫做T2-T1 這個是其中一個方法 亦都會留給大家做的 而我將會做另一個做法 就是 D就等於TN-去TN-1 跟琴聲的原理一樣的 因為我們知道 這兩個的相差 是只有公差 common difference 亦都是我們的定義 所以我這次是透過定義 去介紹給大家怎麼做的 那我們來看看 TN是什麼 琴聲我們計算了 10-8N 那我們先劃住它 減回 N-1 那就是什麼 是10-8 開過N-1 那做回插曲的動作 10-8N 再減回10 再加回8N-8 那做回簡單的化簡 若簡 就會得出來是負8了 那我就知道了 我們的公差 common difference 就是負8的了 好了 我們今天講解了 兩個不同的技巧 或者兩個不同的 situation 去找回一個 AS 裡面的通識 和common difference 公差 那我們就要學一下 不同的做法 那我又下次會再講解 其他的題目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